總統府秘書長陳菊 帶頭向黃昭堂紀念雕像 整花至上最高敬意 台南市府次資3500萬達造 首座紀念台獨人士的黃昭堂紀念公園 黃昭堂是台南起古人 常年從事台獨運動 被尊稱為台獨教父 在綠營地位崇高 2011年辭世享年79歲 市府耗資300萬達造的紀念銅像 卻也引發爭議 恭喜你造勢成功 恭喜黃昭堂對台灣成功露獻 蔣介石 黃昭堂 從1960年代在日本拜託的是 國民黨台南市議員王家蓁 質疑選舉前夕 蓋政治意識銅像 只會平田爭議 更是浪費公帑 沒想到卻引來 激進黨議員參選人李宗霖 闖入記者會提管鬧場 陳菊還特地感謝激進黨黨員 但也因為觸碰敏感議題 啟用典禮周圍 警備更是高規格 年底地方大選將至 綠營啟動台獨紀念活動 要拉近和選民的心 但碰上不同立場角力 最後也只能各自解讀 歡迎新聞成員為許國豪台南報導